我們先把這個新制圖的部分 我把它打開給您做個參考 您可以從這邊也可以從這邊打開都可以 打開之後我把它放大一些 那麼一般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虛擬攝影棚到底可以拿來做什麼用 其實您可以看到 現在有些學校 因為一般我們大部分錄製教學影片 老師可能比較習慣的就是有人在現場直接錄影 但是比較早期的方式 但是這樣子就是你常常需要做所謂的後製 要花時間 老師沒時間 同學更沒時間 現在大家應該都知道 同學比老師更忙 要找同學很難耶 所以老師自立自強比較快 那虛擬攝影棚你看 比如說老師除了自己的教學影片 下面的或系上的宣傳影片 活動的影片也可以 甚至呢 因為其實我們用OBS這一套呢 其實它主要 目前比較常 它原本的用途 除了錄影外 比較常見到的是 您可以當網紅 但是我不想當網紅 我把它拿來教學用而已 也就是說它可以直接直播 它也可以直接直播 所以一般像您所知道的Youtube 或者是這個Facebook 它都可以拿來用 都可以拿來用 那另外呢 像現在有些學校 用在哪裏 畢業典禮上面 畢業典禮的部分 校慶啊 畢業典禮運動會 有人就直播 就在現場直播 那這種方式直播跟我們 一般各位 平常用手機直播哪裡不一樣 比較精緻啊 對不對 我們一般的直播 赤裸裸的 然後晃來晃去的 哈哈 那在這邊 就真的像攝影棚一樣 你可以自己增加 你要的東西進來 比如說我如果 我在這邊 我想要加上 加上其他的內容 比如說我可能有 其他的這個視窗或網頁 假設我用視窗好了 我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有哪些 哪幾個視窗 可以拿來用的 好 Google Chrome 這個要設定一下才行 好 哇 這裡沒有 這裡沒有 可以使用的 沒關係 那我就先暫時用這一個 因為其實 如果你有其他的圖片的話 你也可以加進來裡面用 我就去找一下 這邊 這裡 很抱歉 什麼都沒有 哈哈 這裡 哇 真的都沒有什麼圖片好用的 好吧 待會兒我再去抓看看好了 OK 就是你可以自行決定 那我就可以安排 一些內容進來 這樣子的話 其實對我們在使用上 是相對比較有彈性 有彈性 那再來就是 同學的成果報告也可以 類似像這樣 那我們再往下看一點 那麼基本上呢 OBS它的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 它是免費的軟體 第二個 有些老師可能用Mac 他們家有 好 這個我們主要的這些作為系統 他們都有 那當然你做 線上直播螢幕錄影也OK 而且 最重要的是您剛所看到的 有沒有藍綠幕即時去備 那這個呢 就不用經過後製 等於說我是即時 它就幫我們去備好 因為現在其實 硬體的速度其實都夠 都夠 除非說你的真的設備是比較老舊的 不然的話 一般來講 大致上都沒有什麼太多 太大問題 而且這個軟體 有中文 學習起來相對容易 相對容易 那再來你看 我現場我也不是用什麼DV 或比較貴的設備 我只有用網路攝影機而已 好 用網路攝影機其實這個效果就不錯 再來是應該對老師來講比較重要吧 蛤 看你喜歡在哪裡 因為其實一般大部分老師有時候不太喜歡錄摩克斯 有一個很大原因 因為要備課很麻煩 這個備課不是跟我一般上課備課一樣 上課備課 你在家裡 在辦公室 研究室是不是都就可以做 做完了是不是就去上課 可是 錄摩克斯不是你說OK就OK 還要一組人幫你錄製還要做後製 而且不是來了就錄 因為要先蕊過嘛 哈哈哈哈 就跟真的拍做節目一樣啊 那這樣對老師來說就是一個很大困擾 就很不容易了 就這麼有的有的沒有的 你弄完了 然後呢 萬一沒有講好 吃螺絲 還要再重來一次呢 哈哈哈哈 好 那在這個就相對簡單嘛 你覺得說我現在有空檔 我就可以錄一下錄一下 那很快就可以整理起來 因為我們摩克斯的課程影片 大部分就是5到15分鐘以內嘛 就是一小段一小段 您不用說一次要錄很長 因為錄很長的 同學也是跳過跳過啦 跟我剛剛給您看的那影片一樣 跳過跳過 立工廠 聽音樂就好了 哈哈哈哈 好這樣就沒有意義 所以把它弄好 這樣其實對老師在做相對容易 那這個大概是我們整個 就是那個OBS的一個基本介紹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您現在所需要錄製的工具的話 其實大概就這幾個 藍綠木 這個其實 我不知道嘉義這邊 去哪裡找那個布莊 布莊啊 因為我是去台中 台中那邊找的 其實像我買 你現在看我後面這一塊啊 這個布比較厚一點點 這樣300公分 就寬度是300公分 高度它固定的 這樣子650塊 但是我有另外一個綠木 它布比較薄一點 一樣的尺寸 尺寸 就是不同的布 它價格不一樣 那因為老闆娘也沒看過嘛 我就現場 它很願意讓我試 我就擺在現場 我就一個布一個布試 我們至少試了10幾塊 然後就馬上說 這個不錯 可以 我再買 不行了 先放旁邊收起來 所以我們就挑一挑 因為有時候你眼睛看 你覺得OK啊 可是怎麼樣 真正用的時候其實挑出來 效果就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就 你只要Notebook 裝到這個軟體 就拿去 不過 要老闆娘有空的時候 哈哈哈哈 你不聽那個人 那個沒用 你說老闆我可以試試看喔 他這麼不在意 就主要這個 其他的其實你看 這裡 食物頭眼睛老師不一定需要啦 像我現場這裡就有一台 比如說您看到這邊 你看 對齁 這裡有一個 可以拿起來 視訊擷取 我就找一下 我想抓這一台 這樣有看到我的食物投影機嗎 如果老是不確定的話 我照一下現場 這樣有看到啦 在這裡 所以如果說有些時候 我們可能要看一些比較 一些文件啊 或者是你要看像這樣 手機的這個訊息 那我就可以像這樣子 把他的畫面我就擺進來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了 當然如果你要拉近拉遠 那就看我們的文件 好就看文件喔 所以 這個是 一樣 他也是網路攝影機的一種 所以我們就可以像這樣把他加進來 這個是您在教學上如果用到 那一般我們如果要錄自己的話 主要就用這個網路攝影機就可以了 網路攝影機就可以了 那有廣角當然是比較好 此外如果說老師可以的話 是雙螢幕是比較好用啦 老師現在您的辦公室或家裡有用雙螢幕嗎 沒有對不對 大不然一個螢幕眼睛就累死還兩個 但是如果說你要做錄影的話 其實是雙螢幕是有更大的彈性 但是沒有一樣可以用 沒有一樣可以用 好 那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這個還有一個要跟您說明一下 就是這個軟體的話 本身並沒有所謂的簡潔功能 剪接的功能 所以我們搭配另外一個這個 Active Parent 好這個的話也有中文介面 也有中文介面 那當然你要搭配像威力導演之類的 其實也可以 威力導演也有免費的版本 好也有免費版本 那這個這套軟體本身 它就是已經是免 就是在影片剪接的部分就是免費 所以您剛剛看到我剛剛快速剪接出來的 有看到嗎 我們剛剛不是有看那段影片嗎 我就是用這個軟體做的 您有覺得這個畫面看起來跟某一種你會的軟體很像吧 不看下面啊 只看這邊的話 你不覺得跟某一種你會的Office軟體很像嗎 PowerPoint啊 對啊 所以做法都一樣耶 上下交換 有沒有 影片順序就交換啊 播放順序就交換啊 對啊 只不過它加了下面的時間軸而已啊 這個 這個拿下來比較快 有沒有 下面多了這個時間軸 你在下面做剪接而已 好 那它現在這個版本已經都有我們的正體中文 就是繁體中文 正體中文 所以您都不用擔心說不大會使用 好 那麼其實它比較新版本 即將推出的7.0 也包括了跟我們現在在OBS一樣 有藍綠幕具備的功能 哈哈哈 所以以後可能會更方便 可能會更方便 這是跟大家稍微簡單稍微介紹一下 那後面這個就是有關於製作我們的這個虛擬攝盆 需要用到的3D軟體 好 3D軟體的部分 這樣老師對OBS有沒有 比較稍微再了解一點點了 那您大概知道之後呢 您可以先進到我們這個地方 任務裡面 你看我把這個打開 這個地方 這個單元我把它打開 對 這裡呢 要先來看一下各大學裡面的這種虛擬攝影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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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